兩大直箱裝的是快篩試劑 牌照留存後糟就發完不存在了 這是彰化嘉芯企業 是台灣化妝品館的製造大廠 生產量佔全球5% 員工有六七百人 年初陸續跟藥局進了3500劑的快篩 統一發給員工到現在5月了 劑量所剩不多 快篩用量跟不上消耗量 企業主也買不到貨 比較好的公司像嘉芯 還發給員工一個人兩千塊 讓他們自己想辦法買快篩 衛福部實藥署5月20號突然公告 即日起到6月30號之前 企業得委託醫療器財商 向實藥署提出申請 採買家用快篩試劑 換句話說原本衛福部開放企業 可以自行向國外廠商採購 現在要多一道關卡 透過醫財商購買再申請 還有企業本來上個禮拜 已經向國外採購 結果被打回票 我們這禮拜因為國外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從藥局 很幸運的知道哪邊藥局有 就是趕快去補貨對不對 趕快去補貨 企業主認為以目前國內快篩 劑量還不是那麼充足的情況下 照中央規定當然沒問題 重點是來的速度夠不夠快 只要我能快色取得 然後呢不要讓我們再等待 那我覺得我們就照政府規定中 光在快篩上面的成本 就已經真的耗出蠻大的 但會希望拿到這個 物美價廉的快篩啦 多了一道程序 然後甚至 你說從中間再多了一手 其實這些對企業來說也都是一個成本 石藥書表示 因為針對快篩世紀的運送和保存 醫財商比較專業有經驗 才有這樣的新公告 如果之後因為疫情還有輸入的需求 申請時間可以延溢再延長 TV出雲將軍 魯惟昕 台中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